所有颱風繳局少了一天 展情的曼博會 人潮大爆滿 第一天十八萬人創下歷屆記錄 這一回一百五十家廠商 其中來自日本的軍河屋 更是首度參展 我們一起來關心這樣的一個曼博會 就算頂著大太陽 民眾依舊不解耐心 慢慢排隊入場 第二三屆曼博會登場 參觀人數破紀錄 這回不僅一共集結一百五十家廠商 超過一千兩百個攤位 當中更有備受矚目的廠商 首度來台 一連展示多個模型同仁志公仔 來自日本的軍河屋 主打販售日本動畫漫畫 電子遊戲新品 與二手交易平台 這回也進出本屆曼博會 首次直面面對台灣消費者 像軍河屋 他專門賣二手動漫商品 他明年要開店 今年新來試水溫 讓消費者了解他在做什麼 未來來台展店 先和台灣粉絲互動 據傳可能坐落在臺北西門町 礙於租金問題還在斟酌中 並且未來還預計招募台灣籍監定師 到日本接受約一個月的訓練 一共分為六級 當中最高等級的一級監定師 年薪約可達到一千萬元日幣 約臺幣兩百一十二萬 場館內方也望去 不論大小攤商滿滿都是人 受到颱風影響 展期被砍一天的漫薄會 反倒帶動參觀人潮 不只人數創紀錄 商機也有望 突破去年的二點五億元 上看三億元 我第一次來漫薄 然後我想要去原神 在那裡塞住了 所以我想從另外一邊繞過去 我想要買立牌吊飾 跟如果有衣服那更好 因為我玩原神玩滿久了 雖然還一直在五十六級 有 我覺得應該有 上去木棉花跟林芳 然後現在目前是 我想要去看這個畢業樓 沒進不去是不是 還找不到 不讓日本IP專美餘錢 文策院紀念首都設立 臺灣漫畫館進駐 時下最行的VTuber概念 也同樣登上漫步會 令人耳目一新 一同搶攻動漫展相機 記者黃俏惟 鄭時鈞 SNG才能報導